好, 大家好, 又是我 Coach 灰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 如何用按摩槍在我們打完球 鬆筋和在比賽前, 如何用按摩槍幫你熱一下肌肉 因為現在有這些按摩槍之後, 很明顯你會更容易做到熱身和放鬆效果 如果你反正都有一支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盡它 即是工具買回來不用, 就是最浪費的 好了, 首先我要講一下如何熱身 我們其實, 如果好像上次說, 如果這支G3 Pro 裡面都有不同的頭, 例如有很大的 或者是正常的標準頭, 那我們怎樣用呢 其實在不同部位, 會有不同步法 如果我熱身的話, 首先你可以換一個最大的頭 G3 Pro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它的頭是軟熟的, 不是硬的 所以打下去, 其實那個按摩效果我覺得是相當出色的 在比賽的時候, 即是如果你去到熱身, 你可以先打了 即是會打了一些大肌肉, 例如小腿肌肉 會打了一些小腿肌肉 其實你可以不用停的, 因為它是一個按摩 其實你可以輕輕地打, 記住不要壓下去, 不需要壓下去 在上面走過, 我們是走過就可以了 可以先打小腿肌肉 因為這個頭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其實對熱身效果是相當好的 打完一隻腳就另一隻腳, 再會這樣打, 繞圈這樣打 打完之後, 小腿肌肉熱完, 你可以鬆大腿的四頭 又是打這裡, 這一部分的範圍 另外, 打外側的肌肉,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拉筋比較難熱的地方 尤其是外側, 很難拉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這些按摩窗 其實你的熱身效果也不錯 可以整個大腿路慢慢打 在打完之後, 再拉筋, 其實效果會更加好 因為肌肉熱了, 筋反而都容易拉一些 亦都會鬆一點, 做到效果會更加好 另外, 這個就是, 裡面有一個頭 叫做減震頭 我覺得這個是這支窗最特色的一件事 這個叫減震頭, 扁平一點的 它是最軟的 它其實是可以打到骨頭的地方 但是它不建議打關節 熱身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用最大的波去熱身 好了, 打完球, 我們要怎樣做呢 如果打完球之後,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一環 在不同部位, 我們要用不同的頭 首先, 那個減震頭 好, 還有這個, 整個橙的型的頭 我覺得是這支VIA 筋裡面 G3 鋪裡面是最好的兩個頭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 我會怎樣打呢 首先, 第一, G3 鋪因為力量足夠的關係 其實我們打完球之後, 膝蓋很緊 或者你的腳會很脹的原因 就是這一條筋 在前徑這裏, 這條肌肉 它其實經常扯住你的 這條呢, 令到你腳腫啊 膝蓋的痛也很重要的一條筋 我們會這樣打的 看著 可以用這個頭, 直直 好像一把刀一樣 切開那些筋 其實你一打下去, 你會很避 我其實有幾支的按摩槍呢 我真的覺得這一部分 這一條筋呢 是只能用這支槍的這個頭 才可以按到這一條的 那呢, 記住 是按這裡, 這一條筋 最重要 那其次, 就是 用這個頭 可以把旁邊的筋 打鬆它 一路, 這裡打橫打 打鬆它 另外, 同樣 這一邊 打鬆它 如果完了之後 因為這些筋是一條直線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刀頭 去這樣打開那條筋 另外, 我經常說的 射球, 手腕 如果手腕的話 我們用什麼頭去打的呢 記住, 手腕的筋 可能一開始你覺得很硬 打不入的 你可以先呢 用手指 推開 打橫 這裡有幾條筋的 其實你見到硬的 你摸到硬的地方 都其實可以打鬆它 你只要呢 左右 推開它 先推開了 熱了它 OK 正如有時候按摩 師傅說 我現在先推鬆你的筋 對了 我們先推開它 因為直接打下去的效果 沒有那麼顯著 好了 推開了之後 我們裡面呢 尖鱼的筋 你裝上去之後呢 你就是這樣 打下去 又是這樣走 這樣就最容易打鬆 記住 手腕那裡 除了這裡 這一條 推完之後 用這個筋 打 後面 這個位置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咬碗 向後咬不到的主因 就是這裡鎖緊了 這裡 因為以前 很多人都會做尖 做尖的時候 你飛薄 或者舉二頭 都會令到前臂很緊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支槍 用尖頭 打鬆 這裡 這裡 上次阿豪 很痛的位置 就是這一條 一條 請一下阿豪示範 另外 頸 如果有時候頸痛 先用標準頭 這個 標準頭 先打鬆肩 這裡 其實肩膀這條筋 我們訓禮頸 如果訓禮頸 是先打這裡 你可以這樣打鬆它 我不開 因為太吵 我這樣打開它 打鬆完之後 再用標準頭 打回頸 這些肌肉的位置 先打鬆這裡 先打鬆這裡 再打這些位置 另外 腰的話 我們又怎樣做呢 如果平時 我打完球回到家 可能晚一點 我一個人的話 我就會自己 可能按著牆 然後拿著槍 因為槍其實很好拿 三角形 我們可以這樣 把這兩條腰的肌肉 你可以這樣 自己在這裡打 甚至可以這樣拿 左手拿 打在右邊 打鬆它 就是這樣走 打鬆條腰 記住 我們要放鬆條腰打 你可以咬腰試試打 另外 有一個技巧 我覺得挺好用的 就是 你可以分開 穀痕打 放鬆打 穀痕打 放鬆打 會更加有效放鬆到肌肉 記住 如果你真的買了一件工具 我個人認為 你盡量用盡它 工具買回來不用 只有浪費 明白 因為我發現很多小朋友 家長會買按摩器 但他們從來不用 現在我再說一次 太多中學生 或小朋友 打籃球 你一個星期已經打五六天 如果打那麼多的話 好好保護自己 如果不是 就會像我那樣 記住 膝頭的手術很痛 我不想再在鏡頭說一次 怎樣做手術 把手術打開 拿你的印帶出來 剪孔補回去 聽起來都很痛 最重要是做完手術之後 整個月 不是 是整個月都痛 整個月腳都腫 然後 還要半年後 你才不用拿那張 你說多慘 今天我分享來到這裡 我自己很喜歡這枝槍的 就是因為這枝槍 那幾個頭 第一 就算這個刀頭 它是軟的 它不是硬的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這枝槍 我覺得很有用 我都用到很厲害 就是我天天帶著用 所以接下來 可能都會團購一次 拿個優惠一點的價格 始終我都覺得 我自己學習入面 很多人 經常都會有很多 痛 很多痛楚走過來 我不是物理治療師 但只不過我打得太多年籃球 大部分籃球受過的傷 我也受過了 所以我會教清楚 怎樣可以用按摩槍 鬆了筋網 你天天用按摩槍鬆筋網 會給你一個星期看一次醫生 來得更有效果 所以我會推薦這枝G3套 到時我們搞一次團購 大家試一下用按摩槍 好好保養自己身體 你打籃球才會快樂 受傷永遠都是最痛苦的 好不好 今天分享完 嗯